小青年赵小明想结婚了 调房子 这时候才发现房产早已经写上了后爹的名字 而这后爸杜献华手里呢 还握着一份赵家哥儿俩自愿放弃继承权的协议 这协议据小明回忆 是亲妈汪秦兰欺骗孩子 用一张白纸套来的 那故事发展到这儿呢 对付公堂这亲情似乎被无情取代了 气氛 这一家的房子变成他名字了 房仲变成他来了 肯定气氛 气归气 可冷静下来之后 赵小明越想越不对劲了 不对啊 这绝情的事儿 我妈她干不出来啊 她一万步 她有内心 她也没能力啊 她什么都不懂 我忘记没上过去 连她自己的名字三个字都是我父亲教她的 汪秦兰呢 大字不识啊 你继承权也好 是盖房子也罢 这些写不写在协议上她也都不认识 对她来说那都是白纸一账 哎呦 那这一步步的阴险行动不能是她想出来的了 那谁想的呀 赵小明的怨恨只能指向一个人了 谁呀 自然是继父啊 不过由于过去这些年的自己很少回家对东献华 他也知之甚少 只知道这个男人呢 是从安徽搬过来的 更重要的一点 她比自己的妈小了十二岁 我照说 自己娘虽然没文化 人也有些粗了 但不是狠心绝情人之人 这显然是后爹挑唆的 她比母亲小那么多 能不能说坏道 灌迷混汤 那还不容易吗 开始她能哄呢 我觉得来大伙节就是上了 王王 她会哄呢 野心 野心哈 对 她不野心吗 大老出民文化 说说说 又说又听 亲戚村民也都认为 汪七兰和杜宪华年龄啊 学历啊 都不是很大 结合的多少有些奇怪 不过这只是猜测 这俩人的日子究竟过得咋样 究竟有没有感情呢 只有汪七兰自己 人家才有发言权 我觉得她的 比我小几岁 她年轻人 她能干的了吗 生年好好谈 她就这么考虑的日子了吗 汪七兰呢 你应该说是很痛苦的 从小没有母亲 中年杀苦 到老年的两个孩子还十一个儿子 她有个依赖的 感觉没有依靠 联想到小赵的亲爹啊 久病在床 她中年丧夫的苦日子 如今 喜欢上一个身体好 体贴人的 再正常不过 宁可跟儿子翻脸 也坚定地站在小丈夫一边 也情有可原 可是不站在儿子一边和用阴招骗儿子 那是俩概念 是吧 你怎么能干出头梁换路的事情 这样的指责 汪七兰说自己也担不起 汪七兰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自己当初就是用白指一张 骗来了儿子放弃继承权的协议 这一切虽然说 都是后老伴杜宪华穿着的 但是他 知情 不但知情 还认可 因为只有儿子放弃 杜宪华才愿意在原来房子的基础上 扩建如今几百平米的大宅院 这宅院 是他和杜宪华这段感情的结晶 爱的相对 为此 就算是被千夫所指 也心甘情愿